甘萍小的时候很喜欢运动 七岁的时候加入了湖南省少年体校系统的学习游泳 初中还练过体操 但引起体质不好的原因 他便放弃了做级线运动员的念头 后来父母便培养他的艺术天分 甘萍考上了湖南省艺术学校 毕业之后 甘萍被分配到湖南省花鼓戏剧院 成为了一名花鼓戏演员 甘萍长得很漂亮 嗓音透亮清澈 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唱的花鼓戏 1991年 甘萍参加了广州Kent歌曲大奖赛 获得了亚军 从此便走上了唱歌的道路 1992年 甘萍获得了首尽碎台北 今年歌手电视大赛冠军 拿到了广东省最值钱之女歌手奖 可见甘萍的唱歌能力不足 此年甘萍被调到了广州军区 政治部战士歌舞团 之后跟着歌舞团走南闯北 经历过不少演出活动 1994年 甘萍参加了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凭借《青青美人鱼》三个和尚等歌曲一 胖儿红 1996年甘萍凭借一首军中女孩 过中央电视台首级军神杯军女歌曲大赛奖演讲 之后随同国务院桥板书访英国 法国 比利时进行文化交流演出 甘萍的人生经历是真的很丰富 他曾为电视剧《中国特警》 《中国模特》 《十七岁不哭》等录制过单曲 曾随解放军海军慰问团赴起台农场 对海军之鞭老兵进行慰问 曾出演过话剧 电影等 甘萍从小就很喜欢运动 虽然事业与运动少有关联 但他的爱情却因运动开始 1996年 甘萍和著名足球运动员黎冰 因广告拍摄相识了 当时黎冰已经结婚了 1997年的时候 两人再次相遇 一次洽谈 给彼此都留下了好印象 2002年的时候 吉兵离婚了 净身出户 之后便开始情烦的约甘萍 并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最终 甘萍被打动了 可是这段恋情很坎坷 两人交往的消息被媒体报 慌后 甘萍便被大肆报道说 插足了别人的婚姻 甘萍的名声一落千丈 甘萍提出了分手 也许两人是真的很相爱 即使被外界如此骂骂 彼此的感情也不曾消减 分手后 吉兵球和两人又走在了一起 不久就踏入了婚姻殿堂 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注意 两人非常低调 流言悲语 她存在过 再慢慢的就会被人忘记 而能抵挡住这些的爱情是真挚的 婚后不久后 两人的女儿便出生了 一家三口生活得很幸福 如今甘萍已经五十岁了 翻看她的微博会发现五十岁的她 看起来还是很年轻 很有气质 也很幸福 甘萍经常把她和黎冰两个人携手同行的背影 确实这段感情 最终能结果来之不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安